等一下 什么叫她以为自己痊愈了 我哥就是好了呀 她的指标确实接近正常了 但是 她这次去找卢安娜 她的精神状况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她确实 比以前容易亢奋容易激动 但是 那不是因为她已经痊愈了 可以去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 才会这样的吗 在你来之前 潘教授来电话了 他告诉我 你哥最近的精神状况 完全是因为前妻治疗 他药物的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 我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你可以自己去问潘教授 但是潘教授告诉我 虽然她的身体指标接近正常 但是 离真正的健康还差得很远 换句话说 就是 回光反常 求颜 你怎么发呆啊 不吃点吗 不吃点吗 嗯 林志军 你怎么才接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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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 怎么 累了 我看你今天出了一身的寒 赶紧洗个澡睡吧 我知道 我都洗好了 现在躺床上了 那就好了 那你先睡吧 晚安 等等 说你爱我 我爱你 亲亲 我爱你 靳主任 徐妖姐到了 让她进来 徐小姐 我已经跟潘教授通过电话了 你相信我没骗你了吧 没有 所以你现在想明白了 愿意跟我合作了 其实之前咱们的合作 还是很成功的 你打算怎么办 不是我打算怎么办 是我们打算怎么办 徐妖小姐 你现在还相信 爱情比生命更重要吗 我不确定 你现在能说服你哥哥 放弃陆安娜跟我们回去吗 你又能说服陆安娜 跟你哥哥一起回马来西亚 配合我们治疗吗 这个应该可以 可是你要搞明白 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 唯一的只有 陆安娜定期地给你哥哥输血 陆安娜她会同意的 可她父母会同意吗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可陆安娜如果坚持呢 我哥这次出现 已经让安娜的父母很反感了 好不容易态度缓和了一些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抢时间带她回去 徐小姐 这么巧 哥还坐在楼上 你快上去吧 好 等一下 你会真心祝福 我哥和安娜的吧 当然了 可是我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喜欢陆安娜的 这不重要 不重要吗 重要的是 安娜她终于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觉得你就不能给安娜幸福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应该站在你哥那边吗 我当然站在我哥那边 只是 你既然这么喜欢陆安娜 怎么舍得把她拱手相送呢 你这么说就不对 安娜是个人又不是物件 送来送去的 她有她自己的选择 我能做的 就是尊重她的选择 你很奇怪啊 你不会是 又不看好你哥和安娜了 想要说服我杰森安娜 不是的 我只想提醒你 如果有一天 安娜她真正需要你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你承诺的那样 全心全意地支持她 你能吗 我能 Kiss 喂 哥 是我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金先生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过来的 但是他说 父亲已经原谅你了 他 他想跟你面谈 就在他住的那个酒店 房间号你是知道的 好 那我一会儿过去 我们一会儿见 好 行 进来吧 谈得怎么样 好 非常地好 哪杯是她的 那个喝了一半的 你放心吧 药非常地好 无色无味 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台湾好 喂 安娜 这军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我从公司出来的 奇怪 她会去哪呢 他跟我说他今天要去研究所 没准现在也在路上了吧 可是他手机也关机了 关机 他是不是忘带手机了 或者手机被人偷了 你别急 我给他打一个试试 好 那如果你联系上了 你就赶紧跟我说啊 安娜 妈 怎么了 出去啊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昨晚几点回来的 差不多十二点吧 别那么晚睡 对皮肤不好 这不是还得拍婚差照呢吗 没事 婚差照都拍完了 娶回来了吗 我前天去娶的 赶紧给我看看 我还有点事 我改天给你看吧 不不不不 我这着急看呢 你不在这一会儿 快快快快 去去去去 照得真好看 真的 还真是挺不错的 你看这看 这多好啊 嗯 不错 不错 你看你看这 多好啊 吓得多开心啊 好 哎呦 这张好 我最喜欢这张 你看看这多好啊 你别说啊 这林志军还真是挺帅的 嗯 哎 对了 这马上就举行婚礼了 你这样您把他叫过来 咱们商量一下婚礼的细节 啊 妈 婚礼的事就你来定吧 不用跟我们商量了 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事呢 哎呦 什么事啊 嗯 婚礼的事最重要了 要好好商量商量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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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 好 行 好 好 哭哭 我 我 你 来了 徐小姐 请进 秦先生呢 他回马来西亚了 回去了 那 那我哥呢 你哥 林志军 这位ujahifi 梁先生和林先生一块回去的 你不知道 怎么会那么快呀 我还以为 金先生说 林先生的情况比较紧急 所以说要尽快地送她回国 可是 对了 金先生还说 跟以前一样 这间客房还是留给你用 你不用着急 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回去也不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呀 我 我现在也马上过去 我们到那边碰头 形势不妙啊 你哥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哥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不然 我先走吧 好 徐秋妍 徐秋妍 来 我问你 你哥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是不是玩失踪玩上瘾了 他 他或许是有什么事呢 或许是意外 意外 又是意外 有什么事不能打个电话 不会是又遇到什么传难了吧 你能不能别这么咒我哥 徐秋妍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你自己算算 你哥哥林志军 都骗了我们多少次了 今天假死 明天失踪 当我们是白痴啊 他或许是真的有什么事呢 你也知道 他这次从马来西亚跑出来 他父亲特别地生气 或许是因为 他父亲不是你父亲吗 一言难尽 我有预感 这次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否则他不会骗你们的 骗你们对他 没有任何好处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是没有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上次你哥失踪 你都着急上火地到处找 甚至还报了警 这次呢 你跟没事的人一样 居然还安慰安娜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 能这么淡定吗 还有昨天 你在格雅呢 问我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明明是你哥和安娜要结婚 你那么说不是拆散他们吗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 你会跟我说这些吗 你无理取闹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 赵平凡 你怎么没来上班啊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了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余总 您先别急 如果要死呢 你家买了 你目的攻击 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 你在干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打 주고 不是 你还没想着 我这真是 你怎么看 你身体有办的 你怎么弹你 志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喂 袁局长 好 行 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再见 怎么样啊 根据机场的记录 林志军前天已经飞回马来了 他回马来了 这个林志军什么意思嘛 这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他又不声不响地回马来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嘛 叔叔 您先别生气 注意身体啊 骗子 这个林志军 就是个彻途彻尾的骗子 安娜 林志军回去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一点都不知道 你一点都没察觉 一点都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啊 那他 没有跟你提什么要求吗 没有 他真是个混蛋 他什么意思啊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 他想干嘛呀他 他是个百分之二的 两个人 你不可怜念 这是个货帮的 我现在担心 你不去找 你是个黄金主 他的孩子 我就是每天都可以 把他家伤了 先把婚礼取消吧 伯父 伯母 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回马来西亚 找我哥哥 无论如何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 这次林志军回来 你爸妈是不同意的 要是当初咬死了不同意 也许结果会好些 父母的话你是不爱听 可是长辈有长辈的智慧 他们见过的人 经过的事 走过的路 可比你要多得多了 你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小姨没接过婚吧 她为什么不跟我说 那是因为你妈妈 不想你对婚姻 对爱情 对生活 失去信心 爱情在小姨的眼里 就像黑暗中的一根火柴 温暖 绚丽 但是一不流水就烧得紧过 但是一不流水就烧得紧过 对 少爷回来以后 并没有答应会长的条件 所以会长放弃了 对少爷的治疗 我们现在只能 把少爷放在潘教授那儿 保守治疗 你要想见少爷 就去潘教授那儿吧 你好 你找谁 你好 我找潘教授 有预约吗 我没有预约 但我有很重要的事要问他 那不行 见我们潘教授 是要经过预约的 那你们这儿 有没有一个病人 叫林志军啊 林志军 您稍等 对不起 没有 那我要见潘教授 我说了 见我们潘教授 是要经过预约的 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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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们这儿有病人呢 您干什么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要见潘教授 教授 有人非要找你 我晚上没有预约 对不起 潘教授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 你先出去一下 把门给我带上 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林志军现在怎么样了 请您告诉我 林志军的恶化情况 比我想的还要严重 看来输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能用药物维持生命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治疗的钱 维持生命 需要昂贵的医疗费 需要昂贵的医疗费 但是会长拒绝了 没有钱就不能上设备 林志军的时间不多了 我都没有治疗的医疗费 麻烦就能控制他 你怎么能治疗的医疗费 我都问他 你怎么治疗的医疗费 你怎么治疗费 你怎么治疗的医疗费 你到底怎么回事 金律师没告诉你 他什么也不肯说 我的病因恶化了吗 没有 你不要瞎想 安娜他们知道我回马来了吗 他们知道 安娜怎么样 你突然间消失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安娜也很担心你 我知道 我最对不起安娜了 哥 你就答应你爸的条件吧 我求你了 我做不到 你是为了安娜吗 那也得你治好了呀 你不会懂的 这一次 我放弃了 九眼 九眼 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 我不该回去的 我一开始就错了 我应该放弃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我是不是该放弃 我愚蠢地以为自己好了 回去打扰她的生活 不但愚蠢还自私 九眼 请你告诉安娜 就是我对不起她 请她放弃吧 答应我 是安娜吗 是格雅 去吧 喂 格雅 球员 你找到你哥了吗 还没有 我正在找 你家里人怎么说呀 他们说我哥还没有回来呢 那你再仔细想想 你哥他还会去哪儿啊 格雅 你让安娜不要着急 我一定会找到我哥的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在电梯里 我信号不是特别好 我 我等一会儿再打给你 你也先别太着急了 这事也不是赵金能解决的 我只是真的想不明白 志军为什么要突然离开 他又为什么要跑回马来 现在只有找到他 才能知道答案 那 那么 现在你的病 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除了传统骨碎医治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是我的血腥太特殊了 很难找到合适的匹配对象 很难找到合适的匹配对象 哥 你不能放弃 我们要继续找 邱颜 我以前在血液中心工作 HX型血液很少的 要找到合适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 万一哪个血裤有合适的呢 当初你父亲放弃继续寻找 是因为潘教授有了新的治疗方法 不要胡思乱想了 就算发生了奇迹 找到了合适的 也需要一大笔费用 我们现在拿不出来 所以 你就面对这个现实吧 让我们一起接受这个结果 哥呀 你说这就会不会是被绑架了 被谁绑架 为什么呀 你想想看 志军他父亲 想他和郑家联姻来提高他们家的股票 结果志军一逃婚 他们家的股票跌了百分之十五 他怕一定是太生气了 人生气的时候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你想想 护照在徐秋妍的手里 如果林志军他不想走 护照怎么会不见呢 万一是有人逼他呢 你就先别胡思乱想吧 说句你不爱听的吧 我觉得林志军就是个大骗子 gewoon心开不了 你想想想孔学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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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Corps 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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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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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史君要想想想想什么,这是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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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看 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你妈让你晚上回去住 我今天就住这儿 你一个人住这儿谁放心啊 有格雅陪着我 是你 是你 有事吗 林志军的病又复发了 潘教授 已经宣布他的治疗失败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 就是寻找相同的血型骨髓移植配对 但您知道 您儿子的血型很特殊 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 需要一笔费用 我希望您能帮帮他 我曾经为他付出了很多 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 现在他是死是活 已经与我无关了 在他走的那一刻 他就该明白 他做出了选择 现在就要为他的选择承担后果 他 他 他死活与你无关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回来 金律师难道不是 听从你的指派吗 我的指派 难道不是吗 叫他听天由命吧 其实做一件就挺好的 婚纱只穿一天 花这么多钱 我觉得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当然得要最好的 你又不让我爸妈 帮我们办婚礼 花这么多钱 对我们来说真的挺贵的 安娜 你对我而言 是无暇之宝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把这件婚纱 好好地保存 以后我们可以 给我们的女儿 还有我们的孙女 穿她出嫁 不好 还是给她们买新的 那就是 我们可以煮上 放着 走 把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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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渣 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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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我哥说 就算出现奇迹 找到合适的骨髓捐献者 他也没有钱接受手术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是没有钱了吗 跟钱没关系 林志军逃婚 让林氏家族颜面尽失 会长需要一个再次救他的理由 也许你可以以女儿的身份 说服会长 说服他救林志军 为了你的哥哥 坦白地告诉他 你是谁 吃什么 打碗球了 你还记得徐安苏吗 徐安苏 是我母亲 您 还愿意认自己的女儿吗 第一次看到你 就觉得是在哪儿见过你 你很像你的母亲 尤其是眼睛 您能看在我死去母亲的份上 救救我哥哥吗 救他还不如救条狗 你救一条狗 他还会冲你腰尾巴 他不值得 哥他是你唯一的儿子 我唯一的哥哥呀 我求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我求你了 我说过了 我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可是 可是你还有女儿啊 你能看在我的份上 看在你女儿的份上 救救他吗 只要你能救他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 爸 我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你愿意跟我相认 我非常高兴 我会负担林志军的医疗费用 算是我给他 做的最后一件事 至于骨髓移植的费用 我不会出一分钱 对不起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